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陽明交通大學材料系中裁福老師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關航太就是大家如果有去旅遊 或者是看到一些軍事上的新聞的時候 會用到的航太材料鋁合金 7系列的鋁合金 它是一個高強度的鋁合金 那我們要探討說鋁合金為什麼會如此的高強度 它裡面會有一些奈米的吸出物 就是一些小小的particle 那這個particle的話 它的尺度不是我們用肉眼 或者是光學纖維鏡可以看到的 它是要用到超高解析度的電子顯微鏡 才能看到它的一些裡面的結構 或者是它的形貌 那我們今天主要focus的地方 是在它的成和成長機制 那這個是在大家如果 以後到材料系會念到的 材料科學導論物理也經 或者是擴散於動力學相變化的等等的課程 都會應用到的一些相關課程 那首先我們看到投影幕的第一頁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很像台灣的某型帽的樣子 還有一個很像鳳梨皮的樣子的一個結構 那這個的話 這個不是鋁合金的裡面的結構 這是其實是和田玉的結構 這是和田玉的話 就是大家以前在歷史課本上 我們有念到一個古代的學者 他為了那個玉 雙腳被砍斷的那個和田玉 這個研究是我們跟台北故宮和台灣大學 還有台灣儀器中心合作的一個案子 那他主要的話是看裡面 和田玉裡面會有一些這種一條一條的結構 這個大家如果在去台北建國高架橋下面的話 他其實會有一個賣一些古文物或玉就是手鐲啊 或等等的那一些的那個市場 那大家進去其實都會想買到貨真價實的玉 還有價格比較OK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分辨的話 其實都是聽古文物的那個賣家去解釋說 這個玉是真的啊或假的 那我們這次的話是真的透過一些特殊的管道 拿到和田玉的材料 那我們去看它的纖維結構 那真的玉的話會有這些staking 就是排列怪怪的這個樣子的話 是因為玉石經過高溫高壓 在地殼裡面經過高溫高壓所生成的樣子 那如果是人工合成的話 其實裡面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構 那另外這一個很像鳳梨皮的這個結構呢 是等一下我們會介紹鋁合金裡面的一些很特殊的一個排列的 一個西處排列的一個結構 那我們就來看什麼是這種高強度的鋁合金 在生活中或者是大家常用的筆電啊 或者是等等手機殼都會用到鋁合金的這種材料 那它會隨著合金元素的添加不一樣 而有不一樣的性質與表現 我們這一次的主題是主要focus在 聚焦在7系列的航太用的鋁合金 那它其實被用廣泛運用在這種波音的這種飛機上面 或者是奧迪的汽車或者是現在特斯拉等等的汽車上面 它這些鋁合金材料很輕 因為添加了不同元素的關係 它強度有很好的表現 所以非常適用應用於在這種節能減碳的這種大眾交通工具上面 但它這邊說一個小小的一個生活常識 為什麼鋁合金的車子會這麼貴 其實一般而言我們在傳統的汽車 或比較就是大家普遍看到的汽車 它是用鋼鐵合金所做的 那當我們不小心在路上或者是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車子如果有一些碰撞等等 這些鋼金鋼板形狀變得很奇怪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磁啊等等的一些特殊的方法 把鋼板再把它敲回去原來的形狀 但是鋁合金的車子的話 就是你如果一碰撞一變形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再像鋼鐵一樣把它敲回去 所以鋁合金的車子就只能整個換掉 所以它造價就非常的貴 那日常生活中也有用到一些行李箱啊 這種比較高級的行李箱會用鋁合金 就材質很輕 但現在普遍的行李箱其實就 價格都比較friendly 那還有一些像高端的那種打球的運動用品 或者是手機殼都會運用到這種高強度的鋁合金 那為什麼它這麼有這麼強的高強度呢 我們可以透過電子顯微鏡的方式 可以看到它裡面有這些不同大小 和不同形貌 不同形貌就是有這種球狀 有這種桿狀 或這種小小的片狀的這種奈米小顆粒在裡面 它尺度其實是奈米等級的 那這些東西我們想知道它怎麼生成的 或者是它結構是怎樣 因為這一些都代表著它的性質的不同 那說到吸出物 說到鋁合金 我們就要想到全世界第一個 這個把鋁合金用在航太材料的是萊特兄弟 那時候的鋁合金稱之為鋁銅合金 它是二系列的鋁合金 那它的強度其實沒有很強 它大概強度大概在60到70HV左右的一個強度 那當時我們只能把這個鋁合金用在引擎上面 如果整個支架用鋁合金 像鋁合金的話 那時候的強度還不足以承受整個飛機 在天空中飛行所遇到的那一些流體力學等等的 一些硬力場的一些變化 那鋁合金之所以會被整個開發起來的話 要歸功於這個德國的科學家 那德國科學家 這位科學家他其實本身是做鋼鐵合金的一個領域的專家 那他利用鋼鐵領域的知識把它應用在鋁合金 那以現在的口語來說就是斜槓人生的概念 就是說他利用鋼鐵合金有一個特殊的性質 就是把滾燙的鋼鐵 那把它丟到水裡的話 我們真的做了crunch 叫做watercrunch 水脆 它的強度會變得很好 那原因是因為它裡面產生了一種這種細小症狀的這種結構 我們稱為Martin-Santi 他就想說鋁合金能不能應用在這個方式上 與他的學生試了非常多次 添加了不同合金元素等等 其實都沒有達到這種很好的效果 直到有一天他意外的把鋁合金放在室溫裡面 隔了一天之後 他再做一些性質的一些量測 可以發現他的強度大幅的增加 從原來的70HV跳到100多HV 那這個現象其實就是他們那時候所發現的 稱之為吸出強化現象 就是裡面有產生的一些particle或等等 讓它整個性質變得非常好 那時候只有這樣的一個發現 那就顛覆了鋁合金在生活中還有工業的各種應用 這些鋁合金要怎麼成長呢 它是這些奈米particle 那我們可以應用到百年來我們探討的鋁合金裡面 那鋁合金裡面其實它也是有這些particle 或者是稱之為carbide的這種奈米或微米尺度的這種顆粒 那這些顆粒呢 它有三種的主要成合成長機制 就是說它怎麼演化它怎麼長出來的 這些的文獻是在英國劍橋的Badisha教授 還有台大楊哲人教授他們經過一番的科學研究所證實的一些現象 那主要可以分成為separated sympathetic 還有in-situ的neucleation 那這邊我們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些機制 就是說什麼叫separated 就是原本我們會有這些碳化物 M3C的carbide這種長長的 那它經過熱處理的時候它會消失溶解 那在持溫的過程中它會長出另外新的一些particle 那這些particle跟原來的位置不一樣 形貌和結構也不同 所以我們稱之為separated nucleation 那第二個叫做sympathetic nucleation 它其實是它這裡有一個叫gamma phase 它的邊界它的能量比較低 它會容易促使一個新的phase成長 那我們稱之為這個叫做sympathetic nucleation 就像以前在生物課本上所說的出芽生殖的概念 那另外一種叫做in-situ nucleation 就是說原本的particle它是成分比較低的 這個m7C3的這種particle 那它會隨著你的熱處理或等等的成長的過程 合金元素會不斷地跑進去這個particle裡面 讓這個particle逐步地從很小的部分 慢慢慢慢地成分結構逐步地改變 這個現象稱之為in-situ nucleation 中文的話就叫靈場 就是即時影像的概念 OK 那我們就想說 那這三個機制的話 會不會讓我們在鋁合金裡面有看到這樣的現象 這是我們好奇的 那所以我們經過了一番的一些實驗 就是鋁合金的話它在7系列的鋁合金 它會有三個階段 稱之為early aging,peak aging還有over aging 這是說隨著時間我們去把它加熱 就是加熱熱處理 它會有一些nanoparticle,奈乳顆粒的東西生成 以後的課程會聽到說 有叫GP zone,Ethereprime還有Ethereface 那它會隨著成長的時間 它的能量會逐漸地降低 也就是說在材料科學裡面 那些成的成長機制就是往低能量的方向去前進 所以它能量會逐步地降低 而達到一個非常平穩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就很好奇說 那這個之間轉換的過程它的機制是什麼 還有怎麼長成這一些particle 這一些particle要怎麼鑑別 這是我們感興趣的地方 那一開始我們就要先知道說 剛剛看到的那些黑黑的particle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如何去鑑別它 那我們會根據一些國際上發表的一些期刊 去尋找出它的文獻 然後去找出它的一些相關的 我們要知道晶體結構的參數 就是它是什麼HCP結構 還有它的晶格參數是什麼 還有這個叫heavy print 就是說它喜歡長在哪一個面上 因為我們知道剛剛那個particle 它是會長在不同的面上 而長在不同面上會跟我們後續的 在變形過程中 我們會有個專業的 會產生一個東西叫做插牌 那插牌會跟這些西出物產生交互作用 而產生強化等等的現象 那這些particle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它會長在不同的面上 那這些particle到底是什麼呢 是我們非常好奇的 我們這邊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最常看到的hita prime來說的話 它會成長在FCC的E1面上 那大家要想E1面在晶體的 晶體是一個三維空間 它是會有八組的E1面 就是這個正式面體這個 那以對稱性來說 我們簡化到四組的E1面 就是E1E1 還有E-E1 還有E-E-E-E 和E-E-E這四個面 那我們沿著特定的方向看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橫截面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影像現在呈現 都是以2D的為主 那我們沿著這個斜斜的 E-E-E的方向看進去的時候 其實有些這個藍色的 它會變速成一條線 那有些是這種 就是看到側面的一個概念 我們等一下還會跟大家介紹說 這些particle裡面其實還有一些 不一樣的一些種類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區分它 那一開始的話 我們在這邊的話 跟大家呈現的是 用高解析的電子顯微鏡去看 一些這種nanoparticle 那這些particle裡面 我們有稱之為GP-Zone 還有Ida-Prime 還有Ida-Face 那首先要怎麼鑑別它呢 我們會用這個叫做Deflection Pattern 就是烙色圖譜 在往後大家學到晶體結構 還有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學的時候 都會有一會有老師們 詳細的介紹這些的一些東西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看說 這個GP-Zone這種細小的一小條 那它其實會有一個關係 叫做導致金格 那導致金格的話 它會越小的東西 導致金格就有點像導樹的概念 它就會被放大 這個是real space 真實空間 這是導致空間的一個表現的圖譜 那這個的話就會變成細細長長的這種點 從原來的點變成細細長長的 而且這個細細長長的 它會與這個方向是垂直的 它就是一個導致空間的概念 那另外一個Ida-Prime跟Ida-Face的話 要怎麼去區分它呢 它一樣都長在成長的面 都是相同的面 那它的點點都會分佈在這個方向 就是跟這個面是垂直的方向上 OK 這個面跟這個方向是垂直的 OK 那怎麼去區別它 我們會透過晶體結構的參數來去 進一步的鑑定它 那首先它的這個C-Lattice 對於Ida-Prime的話 C-Lattice根據文獻商來說 它是13.03A 那Ida-Face的話是8點多 那可以知道這個是比較大的 Ida-Prime 藍色的這個 那綠色的這個8點多的話是比較小的 那真實空間比較大的表示說 它的導致空間會比較小 比較小的話代表它的Spacing D-Spacing就是金格間距 金格間距的話它會比較密 那比較小的這個真實空間的C-Lattice constant 它導致空間的話它就會比較大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輕易的區分出 Ida-Prime跟Ida-Face Ida-2的不一樣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後續用一些 科學演算的模擬的方式 進一步的加以去驗證它 另外來說我們會用一些真實 就是用更高解析的原子極的影像 來去鑑定這一些奇出物的結構的排列 像我們看到這個稱之為Ida-2 那我們把它進一步放大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亮暗亮暗的原子 排列在這個整個的畫面上面 那比較亮的這個是原子序的對比 我們稱之為Z-Contrast 那原子序越大的話它亮度會越亮 我們稱之為一亮一暗一亮一暗的 稱之為sandwich的 就是三明治的結構 那我們把它進一步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particle的例子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其實有一些 另外一種特殊的結構 我們稱之為Z-Z的結構 就是它會有這種重複性的 這個unit四邊形和這個四邊形的排列 那這兩個四邊形剛好會有對稱的關係 所以我們用R與-R來代表 所以它就有這種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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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的這種Z-Z的結構 那中間我們有看到一些particle裡面有一些怪怪的一些特殊的形狀 這種拉長形的六邊形 我們稱之為elongated hexagonal defect structure 就是有些particle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難免都會有一些跟你的matrix基地有 就是這種碰撞的一個方式 那它長的過程當中裡面其實會有硬力的分佈 那這些硬力的話會造成它結構的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看到的例子的話是這種 很漂亮就是我們第一張投影片的這種鳳梨的圖案 那這種鳳梨的圖案呢 我們稱之為六角的six-fold的這種automatic configuration six-fold的話就是六軸對稱 那在往後的晶體結構學裡面 我們還會講到有幾軸對稱軸的存在 那這個是用那個hcp的概念 來跟它做命名的 OK 那我們可以去鑑定它有長在不同 哪一個面上的一些結構參數 來加以去命名它叫 ε-fold 啊ε-fold prime 或ε-fold star 等等的一些吸出particle 那在這個ε-fold裡面呢 我們就進一步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六邊形的話 我們用這個六邊形比較亮的 跟剛剛跟同學分享過 比較亮的代表元素比較重 那這裡我們模擬出來它是新元素 那這比較暗的話可能就不是新元素 可能是美元素 那你會跟老師說 欸老師這邊這個比較亮的周圍也是 模擬出來的結果也是新啊 那為什麼這邊的亮度會比中間的還不亮 那這邊我們假設整個這個畫面 就是這個200pm的這個範圍 大概是這邊是一兩奈米的範圍 我們假設它的厚度是均勻的 因為我們剛剛說我們用穿透電子顯微鏡看下去的時候 它是一個2D的照片 那這個厚度我們假設是均勻的 那厚度均勻的情況下 那這一顆比較亮 這一顆比較不亮 但它都是代表新原子的話 那表示說 欸這裡不是只有一顆喔 中間這個可能是很多顆 旁邊是比較小顆 其實這個概念就是說 原子影像的話 它每一顆代表的是一串的原子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串的共丸 這邊可能是兩串的共丸 這樣的概念 它是一串的原子 並非不是只有單一顆 但我們常常2D的照片會誤導我們這個 去鑑別它particle樹木的一個關鍵 OK 那我們看完這些細處物的不一樣 我們簡單的利用原子級顯微鏡來鑑定它的這些不同 那它之間的轉換機制是什麼 這是我們更感興趣的 會不會跟剛剛我們跟大家同學介紹的 鋼鐵的有三個轉換機制會有關聯呢 我們進一步的用我們的研究來加以證明 那首先對於吸出物而言 從GP2、GP Zone 有時候我們稱之為GP1或GP2 那它長到另外一個Face的時候 稱之為Ida Plung 那它這個轉換的過程是什麼 我們由電子顯微鏡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大大的吸出物在這邊 那旁邊有一些細小的吸出物 那我們用剛剛的經驗方式 我們來用Diffusion Pattern的話 可以鑑定出它叫做GP2 Zone 那它是Ida 2 Face 那我們在TEM裡面 就在電子顯微鏡裡面把它放置一段時間 那我們會發現 有些東西竟然消失了 那再隔一分鐘左右去觀察 另外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Particle產生了 這個都可以用Diffusion Pattern 就是繞色圖譜加以鑑定它的結構 那我們稱之為這個轉換的機制 我們可以看到GP2 Zone 本來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消失了 消失其實是溶掉回到基地裡面 它因為電子素的造色是高能量的轟擊 它會回弄到整個Matches裡面 基地裡面 那再產生另外一個新的Particle 我們稱之為Ida Prom 那這個過程其實就跟我們剛剛所說的 separated nucleation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定為這個轉換機制 像轉換機制稱之為separated nucleation 另外我們也很好奇 Ida Prom到Ida Face的話 它是怎樣的轉換機制 我們根據我們的實驗可以看到 這一顆Particle裡面 它的Diffusion Pattern其實是 Average來說它其實是長這樣 但還是會看到一些小碎點 在這個箭頭與這個亮點之間 所以我們就很好奇的進一步 用一些科學數學的方式 來加以把它解析它裡面的結構 發現這一顆Particle裡面 竟然會有兩種結構 那怎麼去鑑定它的結構 我們可以用Diffusion Pattern來看 它的所對應的這個位置的Pattern 跟這裡所對應的Pattern 其實是不一樣 所以代表它裡面有不同的結構產生 那我們再用原子元素分析的話 可以去鑑定出它的元素的分佈 確實元素的比例 新媒比例是不一樣 但這其實不是真實的影像 它是有一種往後大家會學到 成為Modeling Fringe 是經格的Lattice Image 經格的Image 這是沒有辦法滿足我們在科學上的一些深度的了解 所以我們更進一步的利用原子極顯微鏡 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這個Particle裡面有一亮一暗的分佈 那剛剛跟同學介紹到 比較亮的是原子序比較高的 比較暗的話是原子序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就大家可以推估說 這邊是心比較多 這邊是鎂比較多 那有可能心比較多的它是E.2 Phase 心比較少的是E.Plum Phase 那在更進一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界面 其實是很漂亮的原子結構的匹配 就是它界面如果有不同的匹配的話 它其實就會產生一些 Defect Structure在裡面 那它就會影響到後續的 跟插牌交互作用的可能 進一步影響到它的性質 另外一個結果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元素確實 比較亮的地方其實是心比較多 比較暗的地方確實是鎂比較多 那這個又更進一步的證實說 這個成額成長機制 從E.Plum到E.Face的成額成長機制 是藉由In-situ的Nuculation 就是說它原本同一個Particle 應該都是鎂比較多的 那它逐步的 因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元素會逐步的擴散到這個Particle裡面 那它擴散之後它會越長越大 而它整個會改變裡面的結構 還有它的成分分佈 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的例子 也是一些In-situ的Nuculation Transformation的一些機制 就是它確實有元素的 原子序的亮岸不一樣 而造成結構的不一樣 這其實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這些Naroparticle 其實也是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OK 我們另外也有看到說 在一些特殊的大顆Particle裡面 它確實竟然會有兩種的這種結構 那這樣的結構 其實就是有點像Synthetic Nuculation 那這方面的話 後續的話 大家可以在更深度的下去探討 說它的成額成長機制 或者是它對機械性質所造成的原因 我們進一步的話 可以看到說 同一顆Particle裡面 也是會有這樣兩種不同的 六邊形的一個Crystal的Structure 那這個的話其實會跟你內部Particle的硬力的變化 會有關係 這個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利用電子顯微鏡的話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吸出物的原子結構的形貌 而進一步去連結它可能的生長機制 與後續對機械性質的影響 在鋁合金裡面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都是在看基地裡面 的Matches裡面的一些Nano Particle 那其實它在Gran Boundary的Particle 也是會影響到它整個的性質的 因為大家以後在材料科學的時候 就會念到結構材料裡面會有一些Gran Gran Size 不同的Gran Size 那Gran與Gran之間會有Gran Boundary 那Gran Boundary在鋁合金裡面 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它上面也是會散布一些吸出物 那這些吸出物的結構是什麼 其實它對它後續的稱之為延展性 或者是抗硬力腐蝕能力的性質 都非常有關係 這邊的話我們就跟同學分享 我們確實也可以利用電子顯微 去進一步看到整個Particle 沿著Gran Boundary的一些結構 那這些結構的話 也是跟我們剛剛跟同學分享的 它有什麼六軸對稱 6-fold configuration是息息相關的 那這個進一步的話 其實都可以連結到它的成合成長 即是它的結構 與後續性質的不同 在鋁合金裡面的話 就是這邊要簡單跟同學說一下 Summerite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這些 Nanoparticle在裡面 那它扮演了對高強度鋁合金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它會由不同的成合成長階段來決定 從一開始過飽和的情況 它在室溫或者是高溫的情況下 去持溫我們稱之為Agen 那它這個過程它會長出一些東西 叫做GP重 EdaPlum和EdaFace 那它會隨著時間而成長 而能量逐漸的降低 而Particle與Particle之間的轉換的話 會有不同的轉換機制 那GP重到EdaPlum的話 我們稱之為separated nucleation 那EdaPlum到EdaFace之間的過程 我們稱之為in-situ nucleation 那這是鋁合金跟鋼鐵合金裡面 都可以共用的一些成合成長 Particle 奈米顆粒或者是 Second Phase的這種 相轉換機制的理論 那我們進一步的話也可以利用 高解析或原子級解析的那種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來進一步的解析 這些Nanoparticle裡面的結構的變化 進一步的去驗證說 跟大家剛剛分享的那個 相轉換機制是不謀而合的一些例子 OK 以上是我今天的介紹 謝謝